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培养的干陶菊 其实我说到实在的 我是第一次听到 我知道是一种菊花 这也是我唯一知道它的东西 那么跟一般的菊花有什么不同 那这干陶菊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是处在江西南昌寺 古代有个私人叫陶渊明 在东西下又能见南山 他就特别的爱菊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公司一直都是从事文化产业 这就启发了于我 我们江西还有一个 就是说的话 很好的地方 就是说原始森林 就在我们江西的 就是釜州市 有个大沼山 特别的有灵气 所以结合这个地理位置 跟到天使 我就请了一帮文能卖客 就开始来研究陶渊明 最后的话 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 由我公司投资 来组建了一个江西干陶菊公司 开始培养干陶菊 在这种前提之下呢 我的话呢 就带着我的团队 就到大决山进行拆点 最后我们看着了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山面的翻山 中间一个窝 所有的泉水啊 都是忽溜溜的从山上下来 看好了以后 我们就请专家进行土壤水的化验 最后检查出来的结果 应该说中区化应该没有问题 只是要把土壤要改良了 所以的话我们这一系列的前期工作 都是做得相当辛苦 整个我们那个山窝里面的话呢 大概就是有120亩地 120亩地它是山里的凡界 山里的土壤 它种水稻原来 水稻只能做一年一季 属于比较冷姜田吧 在这样的潜力之下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的田呢 把它开始改良 改良也把它地里面的 一些这个化回农药的残留 必须要把它清理干净 所以我们就用了一种高科技的方法 一种生物叫做1m原路 进行土壤发酵 同时又用山里面的泉水 一直放到田里面才重洗 整了整整一年 第二年我们进行的话呢 再检测 这个土壤的话呢 几乎就进到了原始的状况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 培育种苗 种苗的话呢 我们就在桃渊明的故里 江西的新子县 跟到东乡县 不 跟到那个德安县 两个县的中间 在桃渊明的墓前 我们找到了竹菊花的种苗 拿回来以后开始培子 培了一年的时间 最后的话呢 这个菊花的话呢 应该说是培养的 基本上 就像现在这样的 成功 我们才开始批量的生产 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呢 可能就遇到了比较多的问题 本身咱们江西 就是一个四大火炉之夜 很热 对吧 很热 很热的情况之下来 它在这个菊花的 那个生长过程呢 它的温度一高 就容易生虫 对吧 长虫子生病就会开始 它有一种特别 用肉眼都看不到的虫子 这个虫子特别难处理 叫做一种牙心虫 发现这个病虫害以后 老百姓的话就想用农药去撒 这样的话呢 我那个工程师呢 他是搞了四十年的研究 就是专门举划 他一看到这个事情 记得不得了 他就找我 我的话呢 就不速赶到基地 带领这个团队 就进行找资料 通过网络 各个为求助于 各个专业 农业口的朋友 最后还是我们江西省农业挺厉害 他就找到了一个古代的 驱赶从内的办法 用特别特别的辣椒 把它泡成水 以后就是喷洒 喷洒它不能上虫 但是可以把这个牙心虫吹赶掉 它也怕辣 这样用上去以后 三年以后的话呢 稳定了 那说明已经是有效应 这个问题解决了 还有一个问题又来了 天气太热嘛 还有一种叶子上就出现一种叶斑病 这叶斑病之后 你一旦叶子上有斑块 你一定要把它 及时的 要把它处理掉 今天要是不处理 明天晚上 过到了明天 又到了任何一个叶子上面去 所以必须要出动 所有的劳力 像这么热的天 江西都是四十度 寝人也难寝 再加上的话呢 农村里面的年轻的劳力 几乎都外出打工 留下来的几乎都是老了 怎么办 对吧 这个时候就在到了我们 当地的政府的高度重视 由他们出面 让他们的机关干部 来帮助我们 把这个业斑病呢 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是 那么如此这个特殊的一个 干陶局 那它肯定是对健康 有非常好的作用 跟我们讲讲它有些什么样的帮助 这个改善健康呢 好吗 它这个计划 经过我们这样不懈的努力 最后也能带来丰厚的回报 也给人民带来了一个很好的福音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的计划通过我们的不断的努力 接出来的果子 就是计划 最后 由我们 国家治检部门 进行检测 进行检测 它的原始的指标 就是说呢 计划里面包含了两个指标 是最突出的 一个是黄酮 正常的一般的黄酮 在最高的不会超过 就是用数字来说 作业数语 一般的就是二三五 我的计划是到了十点零期 就是黄酮 这个黄酮对人体 是相当有利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一个 一个绿元酸 就是对人民吃了以后 促成整个人体的新陈代谢 是非常之好 正常的只有0.1 0.7 我是0.62 所以在13年 14年 15年 16年 这几年 只要是在任何一个 在我们中国省份 咱们的计划评比 就是说的话呢 有机食品 绿色食品 两个清蒋 全是我包掉了 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 你说要对人体的好处 应该最简单的 大家知道 清干明目 清活 这是最简单的 该有其他的 可能对高血脂 高血压 血糖 都会有相当好的逆质作用 所以好处太多 是 好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来告诉您更多 各位好 欢迎回到我们天天话题的节目现场 今天为各位请到的是 江西干淘局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史贵赫老师 做客我们节目 史先生我知道你刚才提到干淘局对人体的益处 我们跟我们讲一下 其实这个如此名贵的一个菊花 泡出来的茶 肯定它本身也是不便宜的在市面上 但为什么 它大概也是什么样的一个价位 那么为什么它可以称之为菊中之王呢 它是这样的 干淘局呢 问世以后啊 就得到了就是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最后在这个定价方面呢 也是经过了一番的话呢 就是市场调查 菊花的生产呢 那也来之不易 就是说呢 作为农业 特别是咱们在中国国情来说 就是农业主要的问题就是出现在气候 要是气候人来控制 农业就是一个大好的 就是说的一个产业 关键的问题 就像我们农民是靠天吃饭的 对吧 关键的一个问题 你像我们的菊花每年就是秋菊 是在每年的11月初 大概10号左右 已经长成熟 就要采摘 加工 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咱们江西的天气 又是一个多雨的天气 你看一朵这么大的菊花 你看哈 立在一杆这么小的杆子上 一个风暴一下来 所有的菊花全部倒地 那一下就是科笛无数 对吧 这就是要一个人的运气 我觉得我这个人的运气特别的好 在我采菊花的头一个礼拜 几乎都是成到风平浪静的时候 从到现在为止 从我开始从菊花到现在 将近有八个年头 我都一次都没有碰到 关键的问题就是收菊花的 半个月以前 都会有菊无险出现这个问题 到我采菊花的时候 几乎都是风平浪静 有一年大概是一五年 我的菊花刚刚采建 最后一个冲刺阶段 还没运到仓库里 画的话暴风雨就来了 那个雨下的就是把整个天都下黑了 所以的话来自是相当不易的 最后的话市场定价 结合我们的生产成本 所有的生产过程都是用能工 你像我这个120某地平均用工真正的来维护的就是30某地 30某地的话一某地大概是一万多 只能占一千多柱 一千多柱有一十几个牙 大概是一万多一年就是30万多 我在这30某地上 我每天派上去的功能不下于30个功能 长期的抛在山上 光人工的工资跟这些所有的成本加起来 那也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所以的话在这个定位方面 我们作为一个应该说是最顶级的举划产品 所以说最便宜的一朵是50块钱到60块钱 像这样一朵这是花王级 这是人民币是200到300 但是这一朵花你从早上喝到晚上没有问题 还是原汁原味这么耐泡 所以说的话出来以后 这个市场不怕东西贵 不怕质量不好 关键的问题只要你的东西好 市场还是很有前提 所以我几乎我一踩车下来以后 几乎在三个月左右 这30万多的计划就几乎就是一抢而空 基本上全是定格 市场上很少 史先生我知道您除了培养干陶剧以外 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头衔 就是专门收藏了一副很珍贵的瓷器 这副瓷器有多么特别呢 就是1975年当时在景德镇 为毛主席毛泽东主席制作的一套瓷器 非常的具有历史意义 那我们讲一下这个当中的故事好吗 那是这样的 我呢 在南昌一直在做生意做产业 也就没有离开过南昌 所以我起步比较早 在八十年代中期就下海 应该说人的运气也不错 下海的话呢 也的话呢 做得还蛮顺 到了1986年的时候 一个有难的机会 我出差到景德镇 跟朋友在一起聊天 他说 石总啊 他说你的生意做得这么好 他说我倒是建议你买点好的瓷器来收藏 我说是啊 这是可以啊 所以他说的话呢 作藏有一个瓷器 有一个特殊性 如果你在六个年以后 一定会赚大钱 这一说了我就比较心痛啊 我说什么时机呢 他说是这样的 他就开始跟我介绍了 他说的话呢 就是1975年 就是咱们中央办公厅主任 汪东兴同志 就向江西省为省政府下达了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干什么呢 就为毛主席啊 生产一批生活用职 当时毛主席本身不知道 而且毛主席也特别反对 这个个人啊 崇拜个人这一说法 所以说江西政府呢 省委省政府呢 得到这个任务以后啊 就派出了江西省公安厅厅长为主的 一个领导小组 就立即奔赴景德镇 奔赴景德镇的话呢 就直接下达到 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清工业部 景德镇陶瓷研究所 这是一个权威纪定 专门陶瓷研究的 在这一段时间做 到了陶瓷研究所以后的话 也不说什么 要陶瓷研究所 派人配合他们 去看几个职场 当时 也是为国家生产的 出口池啊 中央用职啊 就是人民瓷研究所 这些瓷研究所 他通通去看 考察了三天 最后的话呢 就在他们所里 开会 就是说呢 现在有一个任务 也不说什么任务 要做一套瓷器 这套瓷器必须在三个月之内 要完成 而且对瓷器的要求 做了一个大概的说法 就是说呢 用这个瓷器的人 年事已高 身体也不是很好 就是说呢 重量方面一定要轻 而且要美 而且一定要有耐温性 同时的话呢 又不能用开始 到了茶以后 又不能立马就能烫手 而且一定要确保 卫生的安全等等 传了这个指示以后呢 就紧了 而且必须要调 精兵强将来完成 所以把这个任务完整 交代以后 他们就回到南昌 过了一天两天吧 大概两天 就通知紧德胜 陶瓷研究所 一个所长叫杨火印同志 就到省城南昌寺开会 开会的话就传达中央 1975年第一号下代省委的文件 文件内容就说得很清楚了 这道瓷研究是为谁生产 为四个领袖 一个是伟大的领袖 四个伟大 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 所以当时的话呢 这个一宣布以后 这是一个激动能心的时刻 当时的话呢 毛主席的话呢 在中国人民心目当中就是神了 能为他做这个职计 你说那人有多高兴的事情了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 我们杨所长他们接到这个任务 就兴高采烈地回到景德镇 就调集各方面的军兵强将 开始研究 最后在景德镇当地 到处找最好的指图 这个指图找来以后呢 经过事业 离当时提出的要求 相差甚远 质量要求 为啥 他这个质量不是讲的 要薄 重量不能重 又要明 又要庆 又要把玩 你像这个玩是主席把玩的 对话玩 把景德镇的所有的池土都找遍了 都没找到 怎么办 在离景德镇还有三百公里的地方 有个江西的福州市 还有一个池土 还有一个池土 他们又轻车赶到景德镇 福州市 结果在福州市呢 七丑八丑 凑到了两车土 大概有十吨左右 拉回景德镇 动用了四百个人 把这一十多的池土 全部用人工筛选 筛选吃了大概有一顿左右 在现在的这个池土 叫高陵土 进行粉碎 最后拉皮 所以这笔池区的四大特点 就叫什么呢 白如玉 薄如子 生如庆 明如尽 这是一个非常充满历史 和那个珍贵意义的一套词器 对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他们把这个胎子做出来了以后 当时中央的要求是一万件 结果的话呢 他们的话呢 我们景德镇的那些 广大持续的精兵墙墙 那都是顶级的 从技术上各个方面 就开始生产 生产第一奥 大概有500件左右 烧制出来的产品 可能就是五分之一 其他的都破碎 它主要当时没有那个75年 是没有高科技的 它全部都是用财服 用人工 去完成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就通过不懈的努力 总共是收了22阳 到24阳 是的 石老师 那个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实在是差不多了 因为那个 很可惜没有办法输入您所有的故事 但我知道这是一幅非常珍贵的词器 所以我们只能下一次再跟各位分享了 非常感谢石老师今天来这里跟我们做客 并分享他的故事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您正在 收看的是凤凰卫视